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 我是Joe 我今年做了一堂新课程 叫做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你的人生 这堂课是要教大家 怎么透过公司经营的知识 来协助个人在职业面 财务面 研发面 人际面 以及行销面 定出一个更有大局观的人生策略 让你把自己当成一间公司经营 并杠杆出最大的可能性 其中一些触及到的问题包含 起心为何不重要 那如果起心不重要 那到底什么才重要 为何一个高度加班的地方 就算给你高薪 通常也不划算 为何年轻人 没到达特定条件之前 绝对不该斜杠 为何从小的储蓄与省钱习惯 会害了你 那些自觉 我的兴趣是学习的这种人 为何在职业上会很危险 为何直销不是经营失业 而是一个低维度的努力 为何政府组织 以及学术单位 并不会带给你稳定 甚至还可能完全相反 为何你就算胸无大志 你也必须让自己增长之后 再来胸无大志 如果以上这些问题 让你有兴趣 或者是也困住了你 那或许这堂课 会非常的适合你 欢迎可以透过下方的连结 来看到这堂课 更多的介绍 欢迎你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podcast节目 我是Brian 姚师豪 今天这一集我个人蛮期待的 因为我一直想邀请一位朋友 来到我们节目 跟大家聊聊他创业的故事 他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人 其实这个朋友 我待会介绍一下 我先讲讲我对他的看法 他其实在我进讲师圈子的时候 前几年刚进去的时候 就认识他 他也是我们讲师圈里面 一位非常顶尖的老师 然后当时就跟他聊天 跟他听故事 听他讲故事 他曾经有多次创业的经验 而且他最早是一个 非常大场国际知名的 跨国的业务 然后讲师领域 他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前辈 不是样子 长相不是 是他经验非常厚 你知道有的人 他有很多厚实的经验 然后讲出来你都觉得 这个很想抄笔记 后来有一次大家吃饭 才发现他年纪其实跟我差不多 我非常震惊 所以今天难得有机会 请他上我们节目 来聊经营 来聊创业这件事情 我们欢迎MJ老师 谢谢Brian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MJ MJ老师的中文名叫林明璋 MJ是算缩险 对 Michael Jordan 听起来比较厉害 Michael Jordan 今天会特别请他来 其实也是因为他最近事业 有些算是一个转换 慢慢淡出讲师事业 对 就是往创投跟创业这个领域 创投跟创业 好 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一块 MJ你会跟大家大概讲一下 你以前在上班的时候 是做业务的 其实一开始是做财务 你本来是财务 对 本来就是财务 大学是念财务 对 大学念财务 后来因为晚期或亏了太多钱 所以在想说 要不要留下在财务圈继续打拼 可是发现财务 在某一种程度也是一种赌博 因为你要借钱杠杆 然后去赌一把 后来我发现这样的成功几率很低 所以为了还钱才去找 什么工作可以带来最多的收入 然后最快的时间 还掉这些负债1260万 所以是几岁的时候 20几岁不到30岁 所以那时候是几年了 是股市 86 87年 是 87年 98 所以差不多是2000年泡沫之前 之前对 那有一波很快的上去 很快的下 所以那时候是你自己的操作 赔了一些钱 其实是玩 投资股票有赚钱 对 那其实某一种程度来讲 是新手上路 你怎么投都会赚钱 就跟我们打麻将一样 像现在很多少年股神 怎么投都赚 那个没关系 那个时间久了 就大概知道 最后又回归原点 所以后来当时玩了一天 大概输赢几十万 觉得好像有点慢 因为我一直想说 那手上的钱 可不可以再快一点 然后朋友就介绍玩期货 那当时期货是地下盘 是可以自己开杠杆 你可以开十倍五倍 是 对 然后我们当时投了少少钱 50万磅 一下就变200 100万磅 一下就变500 所以你就开始 就会有野心 然后开始自大 然后一直都很顺手 所以想 那这一把进去不就好了吗 就一次all in 就一次all out 所以既然讲到这一点 这一两年也是股市不得了 也是股市不得了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你看现在好多的平台节目 甚至我们手机 几乎每两三天 就会接到加入LINE 股市群组的电话 对 也是非常热 其实它是一个人生的历练 不管你是在什么人生阶段 即使投资一点股票没有关系 但永远记得小赌移情 大赌伤身 什么叫小赌移情 你手上有10万 20万 100万 200万 没关系 你就扎扎实去投资 不管你想跟风变成航海王 或者是你想要变成钢铁王 也可以 那你就按照你自己部位去投资 最坏的情况就是全部烧光 没关系 人生还很长 可以重新再来 唯一一个建议就是千万不要杠杆 因为钱跌倒的时候 就是因为你赚了很多钱 你就觉得 这一下子就赚了500万 一下子赚了1000万 那我跟人家借个1000万 那不就一下子可以变4000万 所以杠杆这件事是非常非常严重 尤其是大家都一片看好的时候 你可以投资 没有关系 不管是投资投机 千万不要杠杆 超乎你的能耐 是 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金玉两眼 确实 你投资 如果你设定好一两百万 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尽量投最坏最坏赔光 对没错 对 可是你一开杠杆 哇 你可能会一下 等于是你用你还没有的钱 去投资到股市或期货 对 就会伤筋动股了 所以你20几岁 你就体验到这个教训 所以后来就想要赶快还钱 所以就考虑了业务工作 是这样吗 对没错 那转到业务才发现 哇靠 业务真的很难 因为业务到后面就是 我们讲的就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左知生活 右知八卦 还要跟客户拔暖 超难的 那后来在台湾就学了 很会喝酒 对 然后很会聊天打屁 我们叫拉提赛 那因为要缠斗客户 那当时在台湾做业务 大概年薪是100 那可是我觉得还是太慢 对 所以做了两年多之后 再想说 那有没有更高的收入 后来才发现 海外业务不错 因为收入大概是两倍左右 所以就转到海外 更妙的是我英文还不太行 就转去当海外业务 所以就是其实蒋白那时候的 努力做业务的动机 也不是什么兴趣 反正就是要赶快把这个钱扑回来 就很低阶的需求 就是缺钱 就是欠人家钱 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把钱还掉 那后来转进海外业务 可是很多人都想说 去外商或是做海外业务 赚比较快 然后名片拿出来 也比较想当当的 可是英文不好 这是一个硬伤 你怎么克服 后来才发现 英文不好这件事 是被我们外派出去 被老板发现 因为他发现 你是家伙 每次带我去客户 怎么只会讲这几句话 就how are you today 然后pardon me say again I'm terrible sorry 就大概这几句话 那一转下来 因为当我们讲这些话 就客户也知道 我们不懂 所以他会拿起笔跟纸 把他讲的重点 再写一次给我们 我们拿到之后 回去Google翻译一下 再传回台湾 就没人发现 但现场有老板 拜访了几次客户 他就知道 他说MJ 你如果三个月 还学不会英文 你就回来 但其实很简单 我发现 那就一直重复练就好了 比如说 你觉得我们的产品怎么样 那就把英文翻起来 What's your opinion about our solution or our product 就像一天就念个500遍 那其实就是刻进去 那我就把常常会拜访用的这两三百句 全部把它背下来 你就很 就像呼吸一样 你就很快可以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我英文不行 很简单 你坐下来聊天 我就不会点菜 因为这些单字没有特别去背 对 其实点菜又是另外一种英文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英文还行 可是我那时候跑去纽约上班 点菜我也有困难 那很多也不是英文 我就没有那么自卑了 因为那个老师没有教 对 所以每次客户要我点菜 我都讲一句 It's up to you It's up to you 就由你来点 对 然后我就看他怎么点 就偷偷背一下 这个是项链 这个是项链 然后他点完 你就跟那个waiter说for two 对 我也要一样 The same 我觉得这一段 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学生 因为我们有 他来问一些生涯规划的问题 想去外商 然后想做国外的业务 然后说老师我英文不好 然后问我怎么办 那我就说你就加强 可是他说加强英文要好多年 不是一时一刻的 好 我将来知道 叫他来听这一集 其实你不用成为一个 英文全方位都很好的人 对真的 好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你当时的一个动力很强很强 因为你非得跨过这个坎不可 没错没错 后来我们稍微能力起来才看到国外的 他就讲说那你遇到困难 或者你想做一件事 你没有经验怎么办 他讲了三句话 第一个叫 get your feet wet 你把搅弄是pay the cost be the boss 付出你该付的代价 对反正你只要一点基础就跳下去 你才知道 哇所以很冷 稍微注意 哇很烫 那你就稍微要调整一下设备你的装备 对对对 所以三个月你真的就这样死磕 最后就过关了 对对 因为只要两三百句话 是是 这确实 我后来去纽约上班 我当时也是很紧张 可是你发现 其实你只要很认真去 在那段时间辛苦一点 在某个情境里面 大概会讲到的话 八九不离十 真的就是那两三百句话 对对 你那两三百句话你练熟了 然后你也听懂了 其实其他衍生的内容 你东猜一下七猜 你大概也知道 对 那到底后来又怎么 后来成功在国际业务这个领域上 还了钱了吗 还了钱了 大概花了四年就还光了 四年就还光 就等于说很认真的赚钱 然后拿到很多奖金 然后能省尽量省 对 然后最短时间把它还掉 我这边想问一下 因为像这样的故事 其实我们还蛮常听到的 像有一些艺人红的时候 赚很多很多钱 然后最后投资电影失败了 他一辈子就在还这个钱 结果很神奇 有些时候好像压力一来 真的人一下子 几年就还掉了几亿几千万 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我这么辛苦赚钱 最后钱也是要还给别人 也没有存下来 那个感觉很差吧 不会想那么多 因为你觉得你扛了一个债 这个债应该怎么还 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很重要 当时我的老婆给我很大的鼓励 但事实上我本来亏了那么多钱 本来有这么多钱 会倒出1260万 我很冷静于思考 每个月存三万块 年轻人是超级困难 对啊 一年12个月才36万 对啊 1260万是40年 这很绝望 对 我基本上就是像行尸走肉一样 我老婆说 你这个男人真没用 我就说对啊 就没用 怎么样 那后来他跟我讲说 你看我们其他的学长 姐在外面打拼 五年十年 年薪一百万很容易 你只要当业务 然后做有一些专长的事情 他说我们不到30岁 你有35年 我也有35年 我们两个凑起来70年 年薪一百万 就7000万 我们才欠人家1260万 有什么了不起 这样子就整个活回来 因为你当下 你会觉得那一笔技能超大 你做大 你是没有办法handle的 但你把时间走一拉长 回头看 其实这是一笔 就是一笔损失 可是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去handle的 就是至少这样算一算 他也不是看不到镜头的东西 对没错 你就觉得对啊 七分之一 那我就把这一件事没做好的 那我就pay the cost 就是付了七分之一的人生 去还他 对 就实际上四年就还好 对没错 因为你会很妙 就是越做越顺 那你做到一百万年薪 就想着那可不可以碰到一百五 那就看一百五十万年薪的 业务在做什么 当我碰到一百五 就想那两百万是什么样子 那就一直在跟高手学习 其实是某种 就是加速成长的过程 但你要很正面 不正面的话就会被自己 心中的心魔 对心魔小声音给脑补掉 对 其实你刚讲的我蛮认同的 就是你觉得一个月三万的时候 你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人一个月赚十万 不可思议 没错 可是有一天你真的到十万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人赚一百万 也不是那么的不可能 我们就一步一步学习 没错 就像登高楼一样 我们在一楼是看不到风景 那五楼跟我们讲 哇前面有几棵大树超漂亮 十楼说 在前面有一条河 但我们一楼人是看不到河 对 所以视野不同 高度不同 视野就会不同 对 这个我觉得这段蛮有感触的 我觉得很多 现在的年轻人他其实看到 好像赚钱的机会 或是事业成功的机会 他们觉得已经被老人占据了 这个时代好像房价那么高 感觉人生没希望 我觉得其实你不要这样想 因为人生有些时候不是线性的 你要你一个月 现在假设只能存一万 跟你一个月能存一百万 看起来好像差一百倍 对 其实可能没有差那么多 对 因为是一个指数型的 没错 等你一个月拼 就是从零到一是最难的 可是一到一百 可能没有你想象中 没错 更快 但我的看法跟Brian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们那一年代才比较苦 真的 能选的工作就那几个 现在年轻人好多机会 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 Darkast YouTube 都可以做 像我们家儿子 因为他是理工男 他的世界只有零跟一 我就觉得 我说老大教你 世界是彩色也是灰色的 没有绝对的好 也没有绝对的坏 我们只要不违法 然后follow初心就可以 所以我就教他怎么去 在网络上卖东西 就他一卖 卖出兴趣来 他已经 因为我是鼓励他 说家里不要用的东西 你卖出去 那金额一人一半 所以他到现在已经卖了五六万 所以每次回来说 你还没有什么东西 不要 我来帮你卖 所以等于说他还没有大学毕业 我就训练他有业务的能力 他要去敏感说 这个东西应该放去哪里卖 应该定什么价格 那我怎么拍照 我怎么写文案 怎么吸引人家 怎么到时候是要 获到付款还是等等 这样 所以现在年轻人 我觉得机会很大 机会其实很大 非常大 一定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讲到这个 我很认同 我们很多听众也是父母 传统的父母觉得 小朋友读书就专心读书 心无旁骛 不要交女朋友 更不要在学校里 这个买卖东西 这很不好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我在职业生涯里面 带了学历都蛮高的 大部分 因为我们做海外 所以后来当主管 我们找的人 都是local的ABC 或者是local的 就是土生土长的华人 或是硕士 甚至有两个博士 那我们会发现 这群火带的团队 学历很高 反而没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客户是活的 而客户很灵光 因为他在国际市场 要活下来 所以他有时候跟你讲 ABC突然转向123 123又转加1 那你学历太高 反而只会123 会说怎么突然讲 那甲乙饼 我说没有 它是相关的 可是另一个层次 那甲乙饼又转成123 那所以 读书太好的人反而 脑中只有单一标准答案 对 他是线性思考 那业务是要很灵活 就比较辛苦 我很认同 我觉得让小孩子受这样训练 因为这个世界 如你所说 它是彩色的 它是多维度 不是一条线 那我们回到刚刚谈到业务 就四年就把1000多万的债还完了 对 那是怎么后来 所以下一步后来你就成为讲师了 没有 下一步就是 就越赚越多 所以当时年薪大概300到400万 那个时候就 然后开始就想说 我以前状况很不好的时候 那是不是应该给家人安定一点生活 就开始买房 所以那个买房也是刚刚都买到相对低点 对 现在回头看也是涨了五六倍 所以很多人生都是 一个初心 当时买房是因为过去家里穷 然后一开始结婚又是很辛苦 到处赢了那么多钱 生了小朋友 那应该买一个房 让他们安定 结果一买房 真的就安定下来 然后就越做越好 对 讲到买房 我以前的理论是比较 提醒大家买房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的薪水没有很高 然后你就买了一个房 你每个月 很高比例的存款 要去付房贷 那房子就算会涨 你也不能卖掉 因为你没地方住了 然后这样子你 因为手上闲钱很少 你就很难不敢去换工作 对不对 这工作很烂 你还是得继续做 因为为了要换房贷 可是你那时候也很年轻 你就买了房 对 大概30小朋友出生 10多年前了 我的意思说 所以你会建议 年轻人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会建议他买房 什么样状况下 也许不及 我们刚好是完全 就误打误撞 那当时因为我们很好客 我们夫妻两非常好客 所以我们常常就 招呼朋友吃吃喝喝 家族的吃吃喝喝 都是我们的打理 那付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突然发现 哇 我们身边的朋友都买房了 对 然后我们自己没买房 然后我们还有小朋友 所以我们在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自己做一些打算 那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评估 就是整个房贷的支出 对 刚好是我们夫妻两的三分之一 收入不到 所以我们就二话不说 就买房了 那当时买房的用意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付得起 对 第二个呢就是强迫我们改变消费行为 那其实只要三五年 你就过了那个不太舒适的感觉 因为一开始会有大笔支出 对 然后你发现以前是周周上馆子 现在变越越上一次 那你习惯之后就发现 其实一个月一两次也挺好的 也不错 不一定要周周都去吃好的 然后你慢慢生活形态就改变 对 那因为不能天天去周周去吃好料的 被迫在家里喝点小酒 看点书 又增加阅读的能力 就增加视野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无心插流流成瘾 所以买房子当然不要硬买 可是如果知道MJ老师 刚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准则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 或是你自己的薪水三分之一 拿来负担房贷 然后你投机款又够 其实它会为你看起来 好像你现金流出去很多 可是它会带来很多无心的安定感 没错 也会减少这些吃喝完了的花费 因为年轻的时候 总是这样子 对不对 前十年都在吃吃喝 是啊 然后买3C 买一堆也不一定会用的东西 不过刚好也是一个人生的转换 三级往一个比较沉浅的方向走 对 后来是这中间成为讲师的过程 是怎么转过来 成为讲师也是乌龙 因为我们大概06-07年就打算创业 我创业看了很多很多书 然后跟前辈请教 他们说你的合伙人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在公司找了五六个 我们大概每一个月会读书一次 读的都是创业过程中遇到评级 应该怎么做 创业里面的文化DNA等等 然后我们再调整 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频率 跟价值观 就决定出来创业 所以整整准备了两年多 然后08年年底就约好要出来 那一人准备了1000万 要做科技相关的品牌制造 那后来出来的时候我就出来了 然后我是负责业务跟财务 产销人发财总共四个人 因为我负责是财务跟业务 那其他三个人就没有出来 那研发说他家里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生产说他爸爸 然后他老婆最后都没出来 后来才发现 他们不出来是正常的 因为金融喊笑 没有人会出来 就只有我一个出来 所以本来大家算是有一个默契 都说要一起创业 就只有你一个人出来 对我一个人出来 那因为一个人出来就没事做 所以就开始想说 那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人单打 我能做什么 如果做产品的话 1000万根本做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决定开期款公共公司 因为想把海外的一些销售的 方法步骤流程 整理一下 来去卖钱 卖知识 对 所以当时一开始也觉得自己很厉害 所以一口气请了三个人 对 然后整整 烧了一整年 只得到一个客户 这个客户非常感人 是外上 又会讲一点英文 他觉得台湾很难找到讲师 有实战经验 又会讲英文 然后我们就拿到第一笔订单 所以这段我还真没讲过 但一整年才拿到 对 哇 那这样子很难 很难继续下去 因为你一般讲是 出入行都是自己个人 顶多是 自己的老婆帮忙接接电话 那你就请了三个人 而且一整年才拿到一个案子 对 26万 印象很深刻 那一份讲义跟那一份报价单 在我们公司里面是表框框起来 那后来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 台湾这个变成一步一步成为台湾 最知名的这个财务的课程 那个也是很乌龙 那一开始我们做了之后 就是指哪里比订单 所以那段期间我就在想说 那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当时教策略布局 跟B2B的销售 那还有加商务谈判这三门课 那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订单 那我们都在业界有些朋友 Brian你团队有八个人 你可以给我让我试交一下 我就试交一下 你缺什么 B2B销售 一交全部税翻 我就知道这个奖医没有用 这个账价拿掉 所以我们大概带着团队 自己拎着喇叭 还有大flip chart 两个 就是一身汉匠 全台湾跑的五六十家 我的朋友 是不收钱 不收钱的 因为我们请他们帮我们练兵 所以等于说那一年也帮我们打底 然后再回到企业去教书 就完全是跟职业讲师 现有职业讲师是不同等级的 因为被人家耻笑过了 就这样 我觉得这段我第一次听你讲 之前聊天没有聊到过 我觉得这段非常难得 因为我跟就周围蛮常有一些年轻朋友说 当讲师好像很好 然后问我们说他怎么成为讲师 我觉得讲师你可以试试看 这一行是如果做得很好 可以赚得到钱 可是很多时候压着滑水 你是没有看到的 对还是要一些实战经验 就是一定要在企业内训 不是企业里面待过 我举例好了 B2B我在上课的时候 台下有超过一半都是博士 那就有学生学院举手 老师你才大学毕业凭什么教我 我说因为你的是school smart 我的是street smart 这个不是在挑衅你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负责什么国家 他说举例 举例的 北美 你想要约哪几个客户 一直约不到 他说ABC 我在上课就讲完之后 我马上请后面HR 待会休息的时候 可以帮我拉一支国际电话 然后在现场 我call这三个电话给你看看 我不能保证一定约得到 可是我可以保证三家 我一定约得到一家 我们就做到 你就当场打电话 就当场打电话 所以我们就是实战派的 当然有人吐你吵 后来就没有人在讲这个 因为我讲出来的东西 我的方法 我的步骤的流程都是IBM等级 麦肯锡等级 或者是我们客户等级 这种世界杯的打法 后来就在自己领域 也奠定了一定的高度 你这段分享刚好就是我想强调的 很多我的学生说 老师你觉得我看我可不可以当讲师 我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可以当讲师 他说因为我从小到大 他说我很会讲话 然后我常上台分享 我的台风很好 好那我说然后他说就这样 老师你觉得我可以讲什么 所以刚刚这一段 MG老师已经帮我回答了 重点不是你会讲什么 重点是你在什么领域 你真正能解决问题 你真正创造价值 没错 你能不能在这个领域 不是只是在台上讲课 夜夜头影片翻 而是你可以跟你的学生说 来这件事情我示范给你看怎么做 而且是成功的 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 维心科技 那当时也是因为他们一个总财报公司的人 主管上我的课 然后打财报给我看 他说老师老师 你帮我们看一下财报 我就是毛利率这么低 看起来不是一门好生意 费用那么高 你们现在几千人 那营收一千 现在一直往下掉 基本上很辛苦 因为传统的PC NB市场 看起来你们很辛苦 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可能转型 那我就跟他分析 你们现在状况可以转型ABC 那其中A毛利率比较好 现在没人转 那个叫做Gaming 就他们就转到Gaming去 因为是他们董事长的新的策略 还没有对外公布 所以他吓一跳 你为什么看出财报 就可以知道我们正在转型Gaming 所以我们因错阳差 就进到微星去帮我们做全球高阶主管的策略 在他们走到游戏市场之前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敢讲就代表这是真的 当时的客户 他的供应商是IBM 在前面一个是麦肯锡 报价都是很贵很贵 但是我报完200万之后才发现 人家是几千万 少报了一个零 真的 他们很贵 也是一个很proud的一个经验 因为听说他们从来没有用过台湾的管固 本土管固 我们是除了他麦肯锡 IBM之外 第三家管固合作两年 你这边提到 倒是很有意思 我们一般很多人想要学财报 可是大部分的动机是说 好像我学财报 我可以看出这家公司未来的方向 我就可以买他的股票 可是你刚刚这个例子 其实财报远远不是拿来投资而已 没错 投资只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财报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就是你创业的时候 大概可以知道 你自己这家公司经营的好不好 是不是有没有好生意 有没有在对的趋势里面 什么叫做好生意坏生意 好生意我们就讲毛利率 你毛利率不到30% 因为接下来你要扣掉 10亿住心娱乐等等的费用 这个人 那公司也一样相对有 消管颜一样很高 一般都在20几% 那你费用毛利率只有10几% 你费用率都20几% 那很难赚钱 除非你有特异功能 比如说叫低价 就价格很低 但是你转的快 像小米 像苹果这样 货一进来打 就卖掉 货一进来就卖掉 或者像现在的鸡蛋 也是可以卖得掉 但是久久才用你一把 就很辛苦 这个毛利其实很重要 我自己也跟我一些 帮我学生看了一些 他们的经营状况 有时候一看就觉得 他这个市场 其实不太值得做 因为他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他每做一单生意 他可能只100块 他只赚个5块6块 他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雇再多员工 他赚的是辛苦钱 是不是这就是不好的生意 可以这样讲 这种情况只有高周转 就是转很快 除非周转很高 对 比如说我们集团的 联强国际度数度线团队 他们的毛利率大概就5% 对 但是他转很快 一年可以做两趟三趟的生意 这样就有机会 因为你虽然只赚5% 可是一年做三趟 5 3 15% 这样就还可以 OK 再来就是第二个 规模要很大 因为规模大 所以他的费用率只有2%左右 只有规模这么大 才有只有2% 虽然一个一年开销好几百亿 可是他规模很大 可是占一点点 所以他毛利赚到之后 扣掉这些成本 其实还有很多在手上 这个我觉得 你看 我觉得财报不是光是来 看看这家公司股票值不值得买 如果各位你想要创业 你却看不懂财报 甚至连毛利 净利你都分不清楚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我自己身边就有人 是认识的亲人朋友是这样 公司本来生意好的时候非常好 后来大家都很努力 东西也有卖掉 怎么回事 手上钱越来越少 其实你都可以从财报上 看到一些很明显的原因 对没错 比如说刚才J Bryant的讲法 生意很好 那东西卖出去就剩三件事 第一个要收回来变现 第二个如果没有收回来就要变应收账款 时间都要去追 或者你收回来比较早去买了重货 你想要再卖出去 所以通常就是现金应收账款重货 这是创业家一定要死盯住的三个科目 是创业家要死盯住还是会计要死盯住 好来 会计我们不要给他太大的责任 因为他的薪水才三万多 他的任务就是忠实记录公司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叫补济 对 那决策那是主管的责任 老板的责任 我们不能只付人家三万多块 叫他做十万块副总等级的决策 我觉得是对会计人民比较不公的地方 我要帮他们说几句话 说的是太好了 我就是想借MJ老师金口讲出这句话 因为我后来才发现 因为我们偶尔也会有一些同学 他走上创业的路 然后来问我们一些意见 我就说看看财报 财报里面有很明显的问题 然后我就说 你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他说会计没有提醒我 我说不对 他说财报不是会计在管的吗 如果钱不够或是什么样 会计应该要提醒我 不对 你是开车的人 你是老板 是窝方向盘的人 看前面有没有车 看交通号 是看油箱水箱够不够水 你不能说是乘客的事情 没错真的 你不能叫副驾驶看 这是所有的老板一定要理解的 所以财报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甚至我觉得我们如果广义来说 你自己只是一个上班族 可是你自己也是一间公司 你这辈子你用你的专业来赚钱 结果最后你没有理好你的财 等于是你自己的财报 除了漏洞 也是会出问题 真的 像刚才布拉恩讲的那个 就是就业 把他开了一堂课 把自己当公司CEO的概念来经营 真的很重要 老师你的 你在财报这个领域开很多年了 其实这边 我其实在老师的课开了这个过程中 我去听了应该是两次 我自己觉得非常精彩 谢谢 我自己是在美国念管理回来 所以我本来就懂财报 可是我还是去听 我去听 我本来以为说 我是去学学这个前辈讲师的教学技巧 结果没想到教学技巧学到之外 连财报上又让我重新有启发 我本来以为财报我都懂了 对 所以这个课是很 是是是 很可惜 现在好像不太开这个实体的工作坊 对不对 有 就是每一个月一堂课 减少很多 对 减少很多 就一年固定12堂课这样 那这个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讲 假设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事业 好像现在很多人他可能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 或者是在Ttalk上有一个小小的自媒体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在网路上买一些东西 你觉得他们需要学财报吗 要学到什么程度 还有怎么运用这个财报来 让自己的经营更好 OK 那一开始 其实我们的财报课跟人家不一样 是三张报表一起看 所以就一个立体概念 那如果只是一个刚创业的年轻人 我觉得你先搞定第一张叫损益表就可以 损益表叫损失或收益 叫做赚钱或亏钱 所以你只要搞定损益表 先确定这张报表够不够大 大到可以养活你或养活团队 所以你就要先去看第一个东西 叫做营收收入 那你收入稳不稳 那收入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来源 你的经济你的收入来源 又拿几种 或者是卖东西 那你就看一下你的客户总数 这些购买金额 这些购买次数 这是你收入 因为属于表最重要三个 收入 钱怎么进来 收入 成本 那你需要付什么成本 那成本很简单 就是料工费 料就直接原材料 工就直接人工费 就是一些 像假设开Podcast 这些设备就是费用 就料工费 那接下来你要不要请助理 就是你的营业费用 那扣完能够活下来 这是第一件事 对 那能够活下来 接下来就想说 这张报表能不能再变大 原来一个月扣完这些成本费用 赚了五万块 能不能变二十万 三十万 五十万 因为有一件事很重要 我们投入心力跟努力 必须要就像种树一样 它要越来越大 你不能种一棵树 今天想要种一个神木 种了九个月 这个神木什么没搞头 又把种子挖起来 又种另外一棵榕树 不能种了九个月 又把它挖出来 又种柠檬树 那这样子每一棵树都长得不好 对 所以要先判断 那棵树就像损一表 它能不能长成成田大树 够规模吗 够利润吗 够持续吗 等等的这样 所以你这样一说 我觉得财报倒不只是一种技能而已 就说你拿了财户三表来 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看得懂 这是什么意思 不光是这样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思维 对 其实看到后面 你可以看到一家企业背后的策略 比如说他要走ABC 那你看完财报 你就发现他真的走ABC 那就很厉害 那就看成绩好还是不好 不好就改 那如果他跟你讲 他的策略是走ABC 可是你财报看到的是夹以柄 完全反向的 要么就是财块人员做错账 对 要么就是公司的方向走错 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他的资源没有放到他设定的目标 这一定会产生问题 没错 对 从财报上就可以看出端倪 对 因为他是我们所有的企业活动 产销人发财最后的一个成绩单 对 所以财报其实 我自己是蛮鼓励 就算你没有创业 我觉得你也应该要有财报的关系 因为你自己经营你的家庭 经营你的公司 也像是一个迷你公司 对 真的 他其实真的也可以做出这财务三个表 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时代 那时候虽然我没有修会计 可是我有一次我想要记账 然后我莫名其妙买了一个 我不会用的记账软体 国外买 一买 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记账软体很好 就一买来 我想说我看不懂 这个记账软体怎么那么复杂 不是每天花多少钱就好了 怎么他还有什么debit 还有assets 什么一大堆 然后我想着这软体很贵 我为了要搞懂他这个软体到底干嘛 我莫名其妙就学会了快计 对 然后我后来发现 资产负载表 是 然后我后来发现 这个东西很有用 他是给你把钱这件事 以前我们就觉得我赚多 这个月赚很多 这个月花多少 就这么简单 这是很平面的想法 对 可是当你有了财务的这个概念之后 你会有一个立体观 没错 对 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说 今天既然我们聊了不少创业的议题 听众朋友多多少少 在这个大创业时代 大家都会有这个念头 我现在虽然上班 可是我可能就赚个三五万块 感觉创业的人好像很成功 可以赚比较多钱 我也也许也想试试看 也许还不至于到创业 也许做个小生意 做个副业 对于这些考虑要创业的年轻人 MJ老师你会认为 他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OK 那其实创业分三个阶段 0到1 这叫无中生有 这最难 那里面创业人死亡率是90% 那你受得了吗 那如果你不愿意从5到有 0到1 那就可以走1到2的路线 就是加盟 所以看你付得起 所以如果真的想创业 我是觉得第一个就是 你要先设想 最坏情况下 你出来创业连续一年都没有收入 你怎么办 那你会说不可能 我讲我的例子 我当时离开企业界 我一年带着团队是做280几 管理公共公司对我来讲 都是几千万的业绩 正常我应该左手弹一弹就有了 对 但是我们弹了一整年 只弹了一张订单26万 外商的 这多难 我已经是销售高 对啊 还去登门拜访 敲门敲门 也不是每个人都理我 因为第一个你是nobody 第二个你也没有什么好的资历 你没有交过什么reference的case 所以很难第一个最难 所以你看我这么专业的B2B销售的主管 出来创业一年都没有订单 都还要经历这一段 所以你要告诉自己 无中生有第一年没有订单 本来就理所当然 那这一年你很慌张 你活得下来 最快的情况下 你的钱够用吗 万一在第13个月 你就决定收起来 你信心会受到打击吗 那你如果觉得 人生就是跌倒 这很正常 你会再爬下 那我蛮建议的 但我看到的年轻人是跌倒 就起不来了 因为你过去积累的50万 100万 一次烧光 然后也是莫名其没有烧光 设备买买20万 找一个员工 六个月之后发现 没有用开除 那剩下你 所以利用开始越来越省 所以心理素质好 手上的那些钱 然后做最坏的打算 你全部都很OK 那就蛮建议可以出来创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心里也要先武装起来 很多人就只想 创业可以赚钱 我就进去我就赚钱 其实不是 最好是这样 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天真 对啊 是 那老师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你现在课少了吗 已经不像以前这样 全是开合 你有一个 因为你有一个新的创业计划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在做瑞士生计 那品牌叫GA黄金甲 黄金甲 对 那刚好我们这几年 交了2万多个数字力的学长姐 那其中有3000多个是企业家 那我当时也发愿了 因为我们跌倒很多人帮我们 所以我就发愿要帮台湾的中小企业 因为台湾有147万家的企业 那200人以上公司才3.8万家 哇这么少 3.8万家里面1700家是上市贵 剩下的140几万家都是中小企业 是 你再扣掉一半Soho 啵啵妈妈店 真正的70万就提供台湾80%以上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就想要帮他们 那因缘机会就是每一年会花一整个月时间 无偿帮他们 帮他们调整策略 调整一下财务 避免一些风险 那所以就交了一些朋友 然后有这个缘分来一起创造品牌 所以做品牌 我们有研发 我们学 我们的学生老板来做 那方向我来定 我们找市场 然后品牌我来经营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么想创业对不对 我们去年到现在 才一年半 总共烧了2600万 哇 所以从无道有 我们去拜访人家 人家都不理我们 很正常 因为我们是nobody 但是18个月之后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听到节目的时候 我们已经正式宣布 跟桃园乐天 桃园园职棒队合作 您听到节目的时候 我们应该也正式跟 Challenge Taiwan签约合作 是 还有很后面很多很多知名品牌 所以这12个月到18个月 很孤独 没有人相信你 你走到哪都碰壁 你能不能撑过来 才会有后面这些职业队的认同 跟我们一起合作 一定很多厂商都想 想跟他们合作 对啊 所以我从你这样的经历也听到 就是说你 虽然过程中 你每一段人生做的事情 乍看之下好像不一样 可是它其实都是连结的 对不对 对连结的 比方说你在100%全职当讲师的时候 你教出那么多好的企业家 对 那这些就是 等于就是一个人脉的平台 对 然后你为了要帮助大家 帮助这些中小企业 你站出来把他们辅导 辅导完之后 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 再创立一个新的事业 都是连结的 当时是没有这个想法 那当时就想说 我帮不了所有的学生 但如果帮企业家 我的策略稍微帮他调整 财务上稍微帮他顾到 他可能说50个员工变成70个员工 那对我来讲 我就额外创造了20个就业机会给台湾 每一个就业机会背后是一家四口 就等于是我帮了80个台湾人 这样我觉得这样帮忙比较快 所以因素养差 才有后面的机缘 也不是去故意设计的 就是说反正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就尽量做得好 就是我们说当一个giver 就是给予者 对 我有一些地方 我稍微比你们懂 那我就教你们 可是这时候就会慢慢衍生出一些 你根本就意想不到的 后面的发展机会 真的 那刚好接Brian的想法 那我们的概念很简单 就是大家好 才是真正好 那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想 所以我们就想说 怎么样做可以让学生一起变更好 那因为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不小心就从 出来创业 我们都非常佩服 比如说Joe跟Brian做Podcast很棒 我们就说 哇怎么那么厉害 那我们就会去赞美他 我们不会说 啊靠 他们这两个人就是讲一讲 就做到第一名 你就变酸葡萄 因为你一旦仇富 很讨厌成功的人 你就会变得很负面 对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概念 就是只要朋友 发展比我们好 我们都是非常真诚的 欣赏 欣赏态度 对 所以就是广结善缘 那很多缘分跟合作机会 就是这样来的 不过讲到这里是觉得有一点比较可惜了 就是我自己去上过MJ老师以前实体课 可他现在课开的比较少了 一个月只有一班 而且以前开实体课 因为要准备很多很多道具 还要住宿 费用也比较高 那这个课我听说你现在慢慢转成线上 让更多人可以想 这个机会参加 但是线上没办法全部复制线下 我们想传递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把核心的 5-60%的know how 搬到线上来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线上版 可以给大家什么样的帮助 线上版它也是一样 就是很快的教会你三大报表 水平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那这次很高兴跟知识科技的两个创办人 就Steven跟嘉文刚好也是素智力的学长姐 他们特别为了新朋友 把我们课堂用的磁铁盒做成软体 所以你可以用手来进 磁铁盒也有复制到这个软体里 所以我们真的很用心在做课程 所以你看很短的时间 只要少少的钱 就可以大概知道财务报表 那虽然没办法帮你完全打动认读MI 但是你要判断一家公司的好坏 这家公司值不值得待 是不是一般好生意 别人有没有骗你 你上完线上课程 这都可以帮上你 是我个人真的是强力推荐 因为我认为财报这件事情 不管你是不是创业者 有些知识不是说你念商 你当老板你才要会 因为除非你觉得 我们回来这个世界上 钱这件事情你不想管 你也不在乎 否则的话 只要你的日常生活或是你的事业 它跟金钱跟金流 跟财富跟营收跟成本 这些东西是有关的话 与其去听一些破碎的知识 看一篇文章 听两集podcast 不如你上一个课 因为它其实也不是贵到不可思议 你会建立一个3D立体的模型 这个模型 你说你将来没有当会计 没有当财务 没有关系 可是这个模型 你埋在你脑子以后 你以后思考事情 你花每一笔钱 你赚每一笔钱 你在经营你自己的人生 经营你的事业 你会有一个立体观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财报最重要 真的 我举例 我们在科技业 其实我们蛮可惜 就是我们当时很年轻的时候 看到科技业前辈都拿了几千张股票 对啊 几百张 然后我们讲 哇 但轮到我们那 我们很快就可以财富自由 对 那真的升上海之后才发现 结果变费用化 所以轮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一次只拿50张或100张 跟前辈比起来已经差太多了 所以后来就很多人 就是新创工资 就挖我们这一群人 我身边的高手 那其中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好朋友 研发 研发人员 他说MJMJ我跟你讲 我要离开了 我说去哪儿 他说某某科学园区要挖我过去 他给我500张股票 如果上市的话 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看一下他们公司跟产业 说别去兄弟 听我的话 他说你不懂 这技术我最懂 我说不是技术 懂不懂的问题 因为业界其他前辈的毛利 只有不到8% 所以等你进去量产的时候 你一定剩下一两% 那一两%公司怎么赚钱 对啊 一次就几百个人的部队就进去成立一家公司 所以会很辛苦 他说你不懂 他就出去 三年之后就回来 被你猜中 好讨厌 我也回来了 所以你只要懂财报 你看就不会浪费那三年 你一出去 你就不会被那500张股票骗到 对 那最后你看那500张股票值钱 不值钱 那他给你10块钱认购价 可是现在市值可能是1块 对啊 什么都没有拿到 是啊 对啊 但是也是一种学习了 如果你还够年轻的话 当然 可是我觉得不要用肉身 可以用肉身去练习 不要用肉身去试刀子立不立 我们至少先在家里准备一下 我这是真的真心蛮推荐的 不过既然今天MJ老师来 我们也跟MJ老师要了一个小小的优惠 鼓励大家可以学习财物 MJ老师这个优惠 大概要听众如果听到 可以怎么使用 您就可以在那个线上课程 就搜寻超级数字力就可以 超级数字力 然后结账的时候输入大人学500 就大人学500 那就可以再折扣500 是阿拉伯数字的500 大人学500就可以折扣 那你如果忘记这个名词 你可以看我们那个节目下方说明栏 那我们都有写清楚 最后好了 最后我觉得不管是创业也好 在这个职场中 努力生存的年轻人也好 我们可不可以最后 MJ老师给大家一个综合上的建议 如果我们现在30上下 这个还买不起房 然后离财富自由还很远 感觉上班又不知道 未来希望在哪里 这个MJ老师有自己非常经典的经历 这样一路起起伏伏 是 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我们年轻听众 OK好 那我觉得现在对年轻世代 是非常棒的时代 因为处处都有创业机会 处处都有我们这个年代 没有看到的机会 所以 但是一个人的成功 不是只有靠能力 那有时候要靠综合能力 比如说你的性命也是综合能力 你的人脉也是综合能力 所以如果让我给年轻人建议的话 我会建议三个点 第一个叫多做事 就很多事情看起来不相关 没关系 因为SOP 环环相扣 有些东西就是新的 它不可能当时就被写到SOP 所以没人做 你就来 我来 所以多做事 我来 因为你多做了 你原来是设计部门 就碰到行销 因为你多做就碰到研发 多做就碰到业务 所以你将来就可以跟这一群人沟通 那万一某一个研发人员 他发展的很好 成为副总 他就觉得平常都很帮助他 他缺设计 第一个就找到你 那你不就莫名其妙升官了吗 就叫多做事 就是我来的心态 第二个就是谈慢一点 因为现在是一个很躁 很急躁的时代 什么事情都很快 抢风口 抢风口 对 那其实你可以想慢一点 那跟同事 朋友 跨部门沟通 慢一点 慢一点就想 他为什么这样讲 那我可以做些什么事 可以帮助他 那你讲慢一点 其实就是换位思考 那你换位思考 久了之后 你就发现 你很能跟人家沟通 那这个是 这个时代很缺的 每个人都说他自己很强 可是真的要在一起 一加一是没办法沟通的 那第三个叫做找人陪 像在职业生涯里面 我就很佩服 Joe跟Brian 那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工作上的朋友 变成好朋友 一起创业 因为要找到 价值观相同的 在关键时刻 拉我们一把 推我们一把 就像当年我欠了那么多钱 我的另外一半老婆 就说你这个男人真没用 然后他跟我讲 你看往后看 退休前你有35年 我有35年 你看我们就用70年的 70年的眼光 回去看我们现在的大问题 其实都是一个小问题 所以三个点 多做事 谈慢一点 找人陪 让你度过人生 春夏秋冬的各种门槛与挑战 影响精彩人生 是真的精彩 这个多做事 谈慢点 还有找人陪 我觉得这是 我自己也很认同 因为我自己也从上班族 做顾问 一路到创业 那他这个MGL今天讲的话 其实也是刚好 这个都是我自己有体验过来的 虽然我运气很好 当年做了投资 只赔了一点点 把我老爸给我的 股票基金赔光了 你也太厉害了 对 不过那个成本 下回讲起来 学费很低 对不对 其实真的很低 我从那次开始确实就像你说 虽然没有赔 没那么多 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懂得 就去开杠杆 所以就是真的是把钱赔光 可是我那次 哇原来是怎么回事 对 如果当时开杠杆 那不得了 不得了 对 搞不好我们就在街头 某个角落相遇 所以这样 应该更早一点认识 所以其实真的 我觉得没有关系 就是刚刚MGL建立的这三点 我觉得大家一步一步来 好好的往对的方向走 用正确的思维 那什么是正确的思维 我觉得学学财报 是一个很明确的开始 好 今天谢谢MGL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 那很期待 未来你现在比较忙 有空过一阵子 你比较有钱的时候 我们再请你上来聊聊销售 我觉得我自己也想 跟你学B2B销售 太谦虚了 因为B2B销售 我人生也花了不少时间 在钻研 真不简单 然后我偶尔会给我们家员工 上上课 因为我们做顾问服 也是B2B 我觉得它其实并不简单 可是外面大部分人讲的 都是B2B销售 没错 可是B2B销售 其实非常非常的专业 也许我们有机会 在前面 好啊好啊 谢谢Brian 谢谢各位听众 好 谢谢大家 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希望你喜欢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